李强总理上任后 首访选在德法 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欧盟的高度重视 这两天在柏林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总统施泰因·麦尔 分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总理李强 从规格牌上看 与接待元首无异 说起来有趣 美欧凑一块时 群情激愤声讨中国 分开后又个个找中国套近乎 德国亦是如此 莫不是精神分裂 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 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签订了一系列合约 一、中德政府 二、国家发改委和西门子 三、国家发改委宝马 四、国家发改委奔驰 五、教育部和大众汽车 六、科技部和德国数字交通部 七、生态环境部和德国环境部 从舒尔茨毫不含蓄的笑容看 降低风险似乎被抛到脑后了 发改委这字一签 未来汽车行业就此定调 只有中德两家 日本和西北风去吧 外媒配图更绝 舒尔茨面对总理一脸娇羞 正如普京讲的大实话 你们说俄罗斯依赖中国 你们自己难道不依赖吗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其实爽到飞起 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 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舍弗勒、巴斯夫、科斯创、瓦克化学、默克、斯爱普、安联等行业巨头负责人悉数出席 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 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 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中国总理的话 德国企业家自然深以为然 毕竟没谁真跟钱过不去 中方诚意十足 希望德国政客也能听得懂 好好想清楚 自己的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 舒尔茨发推 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 帝国主义不是解决办法 若非最后一句要求中国对俄罗斯施压 还以为舒尔茨知灵起来了 竟然敢骂美帝 看来 舒尔茨所说的帝国主义 与咱们理解的帝国主义差距还不小 李强表示 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准备与德国携手前行 中国将推进开放 有能力 有信心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舒尔茨表示 直接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计划与中国深化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 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在俄乌冲突中 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影响 希望今年在柏林举行第三次中德高级别金融对话 我跟你谈经济 你跟我谈天气 看来要建立起默契 还任重道远 比起欲据还迎的舒尔茨 贝尔伯克对华态度180度大转弯 才真真令人大跌眼镜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特地发推 感谢秦刚外长和他通电话 一句Liber Chingang 惊掉一众吃瓜群众下巴 虽然积番都是亲爱的 但德语里的Liber跟英文里的Dear 意思可不一样 Dear是公式套话 表示亲密和尊重 带着一点疏离 不会令人多想 但Liber这词在德语里还挺暧昧的 真不好乱用 不知道的 还以为人家女外长对咱秦外长有意思 打个比方 冯拱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这没问题 他要是说 亲爱的周涛 我想死你了 那多奇怪啊 关系没到那份上 尤其男女之间真的甚用Liber 贝尔伯克这语境 用Sergator Hair Chingang就挺合适 但他本人确实挺喜欢用Liber 但那是称呼盟友 对秦部长用Liber 还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说白了 贝尔伯克就是表达尊重的同时 很想跟中国套套近乎 说话略微有点不拘小节 并没有别的意思 没记错的话 上个月秦刚外长访得时 贝尔伯克还当面发难 中国的中立等同于站在俄罗斯侵略者一边 4月访华时 贝尔伯克也没啥好话 那是又臭又硬 这才几天 态度整个大翻转还真得容忍消化消化 德国外长发家弯时机凑巧 刚好在布林肯访华之后 一看到美国跟中国打到一半 突然宣布中场休息 立马就贴上来了 态度前距后攻 更加说明德国毫无战略自主 有一说一 美国训狗术是真强 美军基地功不可没 此时此刻 约3.5万美国大兵正驻军德国 规模仅次于日本 二战后 德国分裂成为冷战前线 由于欧洲地位重要 为了对抗苏联 美国在德国拥有大量驻军 如今 二战结束都70多年了 苏联也早已解体 为何数万美军还赖在德国不走 当然是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 方便美国控制欧陆各国威慑俄罗斯 就跟美国武装日本一样 方便控制亚太 威慑中国 虽然历史上 德国曾横扫欧陆 战绩显赫 但那都是过去式了 目前德国的军事实力 在欧洲基本处于二流水平 被同为三驾马车的英法 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英法 军事实力也在逐渐走弱 即便整个欧盟加上英国 称作世界一级也总差那么一口气 根本差距就在军事上 欧盟安全上 实际被美国领导的北约掌控 很难谈得上独立自主 美国忽悠欧盟做北约军事附庸 用的理由还是老一套 美军一旦离开欧洲 俄罗斯将杀进欧洲 招式不再老 管用就行 默克尔当政时 德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 工业4.0计划 要同中国制造2025正面竞争 八年过去 曾经无可争议的欧洲第一制造强国 正在去工业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尤其这几年 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 其实德国对华出口有所增长 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对华进口大幅增长 仅2022年 德国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37% 进口品类主要集中在电子 电器 纺织 机械 和化学产品 从数据上不难看出 德国对华贸易是从2021年突然跳崖 此后一直待在谷底 2021年是因为疫情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 欧洲能源价格暴涨 很多德国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了中国 疫情终有结束的一天 但让搬走的企业再回来可不容易 俄乌冲突给德国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远比新冠疫情要严重得多 并且不可逆转 德企跑了 中国只是喝了口汤 真正吃到肉的是美国 俄乌刚开嫖纳会 就有约2万亿美元资本从欧洲回流美国 收割德国 收割欧洲 美国从未手软 这也是老美一再挑衅大俄 鼓动其对乌开战的原因之一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 第一季度 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58% 达到110万台 中国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同为汽车制造强国 德国受到的冲击不比日本小 汽车行业只是缩影 中德之间工业实力发生逆转 体现在方方面面 德国工业4.0没能实现 去工业化却走得差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 德国将没啥拿得出手的东西 可以卖给中国了 假使默克尔还在 当不至于此美国的生动势力告诉我们 工业能力就跟男人那活一样 一旦失去就真的找不回来了 军事上已然被阉割 工业上再去世可就彻底应不起来了 门心自问 这真是德国人想要的吗 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曾是欧洲经济发展引擎 拖着整个欧盟无限接近世界一级 然而 舒尔茨上台后 德国似乎丧失了独立性 沦为美国的跟班 随着俄乌冲突升级 德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5月份 德国商业市企指数i4突然大幅转负 增长情况不容乐观 对德国经济来说 2023似乎不是个好年头 由于持续性的高通胀 以及实际收入负增长 德国消费者不得不开始节衣缩食 按价格计算 4月 德国社会零售额下滑8.6% 其中 食品采购下降10% 第二季度 德国经济依旧疲软开场 随着发动机停摆 欧盟经济一损俱损 美国吃饱了 还少了竞争对手 中国跟着喝汤 俄罗斯越打越精神 大家其乐融融 只有德国及欧盟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 汽车出口排在首位的是俄罗斯 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中 除美国危降外 其他都是正增长 这么看来 俄乌再打几年也无妨 慢慢来 反正中国不急 按理说 德国应该急的 但看起来完全没有 俄乌冲突一年后 美国炸了北溪二号 舒尔茨半句不敢吭声 德国在欧盟已经说不上话了 如今更沦为美国附庸 舒尔茨不急 但有的是人急 德国联邦巴伐利亚州 特别在慕尼黑王宫 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国宴 巴伐利亚州州长发推 欢迎李强总理到访 Statsbest一维国事访问 欧洲如今到处闹独立 德国也不能免俗 只能说经济差了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待了 瞅瞅人家巴伐利亚 又是国宴又是阅兵士 有儿童献花 中国国旗还摆最中间 礼仪做的是相当到位 宝马在慕尼黑 奔驰在斯图加特 豪车发源地 独立底气那是杠杠的 比起政治挂帅的舒尔茨 愿意一起发财的 是不是和谐友好多了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 德国人口在2022年增加了112万人 达到了创纪录的8440万 这样创纪录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乌克兰难民的涌入 懂了 舒尔茨不着急 大约是德国这些年高端制造玩腻了 想换换口味转战低端制造 反正乌克兰难民大大的有 血汗工厂不愁招不到劳动力 德国东欧化 法国非洲化 美英印度化 印度神仙化 世界好不精彩 唯有中国 因为太过正常 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总理访问德法 随行代表团堪称豪华 如此声势浩大的中国代表团 未来看点十足 德国只是第一站 法国才是重头戏 自今年4月马克龙访华以来 中法关系持续升级 各领域合作如火如荼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 法国实际对华投资 同比增长了429.7% 中法双方足够务实 切实从双边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更深层次的战略配合也值得期待 即将在巴黎举行的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才是此行重点中的重点 作为今年规模最大 层级最高的国际活动之一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或许将成为一些 重大国际事件的节点 届时将有100多位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40多个国际组织 120多个非政府组织 和非政府联盟 以及众多社团代表 企业家和慈善家 齐聚布隆尼亚工 两天之后 我们或将见证一些历史时刻 我们下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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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车的